警察正在追捕一名中年有女男 双方你追我赶来到了港口 这时候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港口上的货柜全都飞了起来 一架客机刚好突经此地 货柜里的炸弹爆炸 无数的碎片直接将客机给摧毁了 接着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 就是超能 根据天体物理学家大壮的分析 一处伽马射线暴即将立临地球了 这将是人类看到的最后一束光 李教授是某研究所的负责人 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变异工程 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 投资人已经准备撤销改项了 某天他收到了一个无明示的信息 说世界末日马上就来了 李教授必须找到那个拥有特殊体制 并且能够拯救世界的人 李教授经过全球范围的搜索和测试 最终找到了一个各项指标最接近的大老王 大老王中年丧妻之后 整个人彻底沦陷了 不仅患有轻度的抑郁症 而且还有去酒和暴力倾向 他的两个闺女也早就不跟他联系 现在他唯一的精神安慰 就是每天晚上一个人观看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 锁定了大老王之后 李教授的团队便展开了对大老王的观察和分析 大老王的大闺女目前在护理学院就读 他新交的男朋友正是那位天体物理学家大壮 大老王的小闺女走上了邪道 整天跟坏小子胡子哥混在一起 从17岁便开始滥用药物 彻底的自暴自清 大老王参加了护住会 准备洗心隔面重新做人 看着过去美好生活的录像 他决定主动去跟自己的闺女示好 大老王在半路上拦住了正在跟男朋友大壮逛街的大闺女 并送上了自己精心挑选的小礼物 不过大闺女似乎并不领情 加上天体物理学家大壮在旁边干涉 大老王这火腾的一下就冲到了天灵盖 上去就掐出了大壮的脖子 冷静下来的大老王向大闺女道歉 但并没有取得对方的亮点 晚上大老王坐在车里正想心事的时候 突然就被李教授的人给偷袭了 当大老王从昏迷中醒来 李教授已经在他的脑子里 安装了高科技的音频视频装置 从此李教授说什么大老王都不得不听 而且大老王所看之处 李教授那边也尽收眼底 李教授不断的给大老王洗脑 并用他的老婆闺女刺激他 把大老王折磨的是痛不欲生 接下来李教授用大老王的两个闺女的生命相威胁 让大老王去完成一项任务 去武器公司总裁家里拿一样东西 在李教授的遥控指挥下 大老王用枪逼着总裁打开了保险柜的门 把总裁笔记本电脑里的绝密资料为靠走了 这位总裁也是终止李教授研究项目的投资人 他认为李教授就是个疯子 研究的变异工程对人类非常的危险 李教授可不管那些 直接用无人机把总裁也干掉 接下来到了对大老王第三阶段的考验 在李教授的指挥下 大老王来到了武器公司 李教授首先用化学毒气干掉了里面所有的研究人员 然后让大老王进入系统 来到了一个构造复杂的机器内部 这个机器就是用来变异的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 大老王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洗礼了 巨大的能量融入到了他的每一个细胞里 随着轰隆一声 整个武器公司的大楼瞬间坍塌了 接下来就到了检验大老王超能力的阶段 现在的大老王已经拥有四种能力了 分别是重力 电磁力 强合力和弱合力 这四种能力足可以毁天灭地 但大老王本人依然处在蒙泉中 不知道李教授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而身体的变化也让他惊慌失措 本来脾气就不太好的大老王彻底被激怒 随着他情绪的爆发 超能力也开始显现了 而李教授正是把大老王的愤怒恐惧和焦虑 转换成了巨大的能量 李教授告诉大老王 他必须要学会控制这种能力 这样才能开发他更大的潜能 完成他的使命 为了让大老王继续下一项的测试 李教授开始不断地刺激了 因为大老王的超能力 只有在他愤怒的时候才能爆发出来 李教授首先拿大老王那位死去的老婆说是 果然把大老王骑得不轻 他发出的电磁力 直接把旁边的摩托车给发动了 大老王骑上摩托车 按照李教授的指引来到了他小闺女的住处 大老王的小闺女此时正在被坏小子胡子哥控制 小闺女之所以多了到这个地步 全是被胡子哥给害了 大老王貌貌湿湿的来到胡子哥的窝点 由于搞不清楚状况 被胡子哥突然袭击给控制 当得知大老王是来找自己的小闺女后 嚣张的胡子哥为大老王播放了小闺女的录像 看着自己疼爱的小女儿 为胡子哥活活成这样 大老王愤怒到了极点 巨大的能量随着他愤怒值的上升爆发了 整撞大楼瞬间陷入了火海之中 回过神的胡子哥上去就是一道 大老王的身体马上就做出了反应 胡子哥的同伙一看搞不定 急忙又砰砰给了大老王几枪 但大老王一言啥事没有 并且迅速展开了反杀 胡子哥一看大势不好开着车就跑 大老王站在马路当件叮叮光当就开了枪 为了让大老王速战速决 李教授再次利用小闺女把大老王给激怒了 随着能量的爆发 胡子哥跟他的爱车一起上了天了 对于自己突然拥有的超能力 大老王依然闹不清怎么回事 李教授说警察马上就到 让大老王不要反抗 乖乖的跟着警察回去接受调查 虽然警察盘问了大老王两个钟头 但大老王一句有用的话也没说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他自己还没搞清怎么回事呢 最后在李教授的叫唆下 大老王说自己在港口的货柜里藏了一颗炸弹 现在大老王必须抢在警察的前面找到那个炸弹 不然会有两万人死于这场爆炸 大老王一听人命关天也不再矜持了 逃出警察局开着警车赶往港口 警察们一看这还得了 在后面是紧追不舍 大闺女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他老爸的英雄状怒 他没想到这个窝窝当当的老男人 居然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十点紧任务集 在警察的围追堵截之下 心急如焚的大老王再次触发了体内的能量 这种能量已超出人类认知的速度 带着大老王来到了港口 而与此同时 正在看电视新闻的大闺女也被李教授的人给绑架 港口上堆积着成百上千的货柜 想找出炸弹在哪根本不可能 为了避免人员伤亡 大老王索性把这些货柜全弄上了天 可不巧的是 这时候刚好有一架飞机从这进入 爆炸产生的碎片直接击穿了飞机 飞机坠落的时候砸断了火车的铁轨 已经变身的大老王一手拖住飞机 一手拖住火车 利用超能力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了进一步激怒大老王 李教授把大老王约到了某厂房 然后当着大老王的面 让天体物理学家大壮 把大老王的大闺女给枪杀了 大老王这辈子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女儿 这下大老王的愤怒之蹭的一下就上去了 而与此同时 从宇宙射来的伽玛射线爆 也马上就要到达地球了 原来那个跟李教授联手的无名士 正是那位天体物理学家大壮 地球即将遭到毁灭 而能够拯救人类的只有编译后的大老王 但是想要完全阻挡伽玛射线爆的袭击 大老王必须释放出全部的能量才行 而要想释放出全部的能量 必须让大老王愤怒到极点 因此杀了大老王的大闺女是唯一的办法 大闺女的惨死让大老王伤心不已 李教授一看这哥们没有出现自己想要的愤怒 于是再接再厉 又把大老王的小闺女给杀了 这下大老王彻底疯了 他愤怒的情绪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刚好挡住了到达地球的伽玛射线爆 从而保住了地球拯救了全人类 虽然李教授和天体物理学家大庄的手段有些残忍 并且这哥俩全都挂了 但他们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英雄壮举 还是令人钦佩的 按照善有善报的规则 大老王的俩闺女居然有神奇般的复活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的 地球啥时会挂药 估计谁也不知道 用心过好每一天 想的太多没必要